宝宝们快看过来哦 儿时的老冰棍你们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这个绿豆沙和红豆沙冰棍才两毛钱 还有这个水果冰棍 一口下去一点冰渣干的没有 今天一次性给你们解锁五种口味 提前一天泡发500克的红豆和绿豆 拿去冰箱冷冻一碗 这个是冻了一碗上的绿豆跟红豆 这样煮出来更容易出沙 对了我最近在抖音商城超值购入的这个威达抽纸 一大箱才几块钱 最近在抖音商城超值购找到很多大力度福利补贴 专属通道我放评论区置顶了 扩左滑镜抖音商城点超值购频道 大牌正品五折起 顺客还能领不少无门槛圈 逛逛省不少 趁着煮红豆的时间我们来做一份芡汁 160克的纯牛奶 加上30克的玉米淀粉 它的作用是能让我们的豆沙变得浓稠 而且做出来的雪糕没有冰渣感 40克绿乳 想让它颜色好看一点 可以再加8克的抹茶粉 给它拌匀了 备用 中途加一点柠檬汁固色 防止变红 煮了30分钟 现在已经出沙了 把刚才备好的芡汁倒进来 再加80克的零卡糖 煮至浓稠 做法都是一样的 同样的我们的红豆沙也熬好了 然后把煮好的这个绿豆沙 2分之2的量倒进破壁机 备用一个精英罩 奶昔线给它打细腻 分别加入一勺豆沙 增加颗粒感 现在我们来做 颜值超高的水果冰棍 芒果和草莓给它切块 8克的芒果肉 加180克的酸米 草莓奶昔也打好了 4个口味都调好了 现在就可以开始来组装了 我今天用了一个不一样的母具 更有小时候的感觉 我把盖子盖上去就可以了 端去给它冷冻 4个小时以上 别说还挺重的 现在来给它们脱膜 脱膜前一定要用温水 泡个4-5分钟 绿豆沙的看上去也很好吃 再来脱一个芒果口味的 草莓口味的 青柠檬气泡水的 给它们密封上 可以冷冻三个月左右 我先来给你们尝一个 红豆冰棍 那是一点点的冰渣感都没有 绿豆的也超好吃 这两款的话稍微有点冰渣感 但还是特别特别好吃 绿豆和红豆的冰棍 可以给小朋友来做一点 自己做的没有添加 吃的也更放心 我要拿去冷冻了 不然等一下就化了